各位讀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旅游作家King Chen 这次要分享就是前往大阪京都奈良神户 这个地区赏风最佳的期间 很多地方都是会告诉读者说 11月初的时候到12月初的时候是赏风最佳季节 周期有一个月 可是有时候往往太早去的时候 会铺空 可能那个时候的枫叶期间没有那么漂亮 那我这时候要告诉大家 要背下来 什么样的期间去 绝对不会落空 好 第一个京都奈良 大概赏风的景点都是跟神社寺院有关系 或是在山上 譬如说像高雄地区 不然就是蓝山地区 蓝山地区其实并不是山上 只是说它后面有一座山那一片赏风的那个风景 特别的漂亮 好那我就告诉大家 最佳时间就是11月20号到12月5号 这两个礼拜期间 不管是去清水寺啦 或者是去银阁寺啦等等那些神社寺寺 包括你去奈良地区 奈良 譬如像大家会去东大寺啦 那附近 那绝对都是最佳的赏风景点 那你如果提前到 或是比较后面去 可能会扑空 那大家一定会疑问说 那如果说是软冬或是寒冬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 我讲的那个区间 就是你比较容易看得到漂亮的 那个枫叶景 他们的枫叶并不是说红通通的叫做漂亮 他们的枫叶最美的就是有点带一点黄黄的啦 带一点红红的啦 那个叫做最漂亮的 那你说已经红透透的 那个就准备是枯叶 准备要落下来了 所以通常会落在 11月底12月初的那个时候 所以要 所以其实再浓缩一点就是在 11月20号到11月底 京都奈良 其实大阪神户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赏风景点 我讲的是市区啦 大家知道天桥栗 是属于京都的地区范围吗 你知道吗 以后我再分享一下天桥栗的赏风最佳景点 我这次就直接讲市区 京都奈良 大阪 神户 神社寺院最佳的赏风景点 当然有什么依据可以验证是这段时间呢 因为这段期间机票最贵 你相信你去 历年来看一看 每次找鸟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期间的机票 平均值啊 都会比较贵 好啦 背下来哦 11月20号到11月底 当然 12月初的时候 也是还是OK的哦 以上简单分享给大家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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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